今年8月份 马来西亚第九任首相 伊斯麦萨比里 正式担任首相满一周年 同一时间 马来西亚最高法院驳回前首相 纳吉德SRC国际公司案的终极上诉 被判入狱12年 纳吉也因此成为 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隐形是罪 入狱服刑的前首相 社交媒体上也看到人们的环腾高呼 毕竟连前首相都能被控入狱 这显示马来西亚的司法公正 不受外力的干涉 在接下来的日子 相信也会有杀鸡儆猴的效果 陈吉和施在外界的印象里 马来西亚法庭是一个受到政治的 外来势力的影响 然而通过这场世纪判决 也显示出 马来西亚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 至少首相沙比里对这一起判决案 没有过多的干涉 而是把权力交给高庭 虽然纳迪就此结束了 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 然而在这的乱局中 伊斯曼沙比里却突围而出 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九任首相 那么关于伊斯曼沙比里 我们可以发现 大家的印象是相对模糊的 为此我们专门做一期视频来 科普伊斯曼沙比里的故事 让大家对这一任首相有更多的理解 他到底是如何开始开挂人生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伊斯曼沙比里是在马来西亚最混乱的时期上位的首相 故事的开始要从五零九说起 那一年希望联盟获胜执政中央 社会的反应欣喜若狂彻夜难眠 如此历史性的创造历历在目 殊不知在很快的时间 希望联盟内部分裂 老马和安华的斗争 让慕尤丁有机可乘 结果五零九的成果 轻易被洗来等政变 不非摧毁之力夺走 在国门政府之底下的短短一年多 其实也没有交出什么令人民满意的政绩 社会普遍的怨声载道 从深白旗到挂黑旗运动 就在慕尤丁面临倒台危机时 伊斯曼沙比里和武统党主席阿莫扎西 被盗而驰同党内一部分国会议员 继续支持慕尤丁任相 但慕尤丁在确认无法获得 多数国会议员支持后 正式诚实 慕尤丁为首的政府跟着倒台 为了缓解国家权力争控的现象 国家元首在确认伊斯曼沙比里 获得国会多数议员支持后 根据宪法委任伊斯曼沙比里 为第九任首相 接着伊斯曼沙比里便在9月12日 与主要的在野党联盟 希望联盟签署 关于转型和政治稳定的谅解备忘录 承诺共同降低政治分歧 双方将通过政治转型和改革的举措 特别是在加强议会机构的作用方面 将重点和优先事项放在新的政治格局上 并与在野党合作抗击疫情 不过针对伊斯曼沙比里能够在乱局中脱颖而出 许多政治分析员认为他主要靠的是 幸运更深于实力 在当时看似刀光剑影的将军里 伊斯曼沙比里幸运地掌握了最好的条件 把张力化为平衡 因此马来西亚人民 尤其是华人社会里 对沙比里的认识是非常浅薄的 那伊斯曼沙比里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上 马来西亚政治的舞台呢? 其实沙比里出生在彭亨州大马鲁 父亲是一名各教工人 在完成中学教育后 他继续在马来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 1980年 他以马来西亚政治犯的待遇为名的论文题目 取得法学学士 根据记载 首相曾在商议院提成第十二大马计划提到 赤贫课题时 因一起自己出身穷困的教工家庭 干脱身受而真心流露 伊斯曼沙比里说 贫困问题非常贴近我的心 我在教工家庭出生和成长 非常理解人民的艰辛 以及所谓的贫困生活 同时他指出 一场冠冰疫情提高了人民的贫穷率 流行并影响到个人和家庭收入 导致一些家庭收入陷入贫困的状态 对此他说 我们将在首相署经济筹划单位下 设立一个贫困小组 通过重组职能和职位的分配 以协调处理所有关于贫困的事物 包括展开综合性的数据管理 相同的小组会在每个州和线署设立 我相信通过这项努力 政府在2025年就能达标 所以 以过去的多位前首相相比 沙比里更是一位从贫困家庭长大 靠后天努力成为国家核心干部 再抓到时代的机会 乱世出英雄 一跃成为马来西亚首相 回顾伊斯麦·沙比里的政治生涯 他在梧桐里所担任过的最高职位 是梧桐最高理事副主席和国会反对党领袖 然而现年62岁的伊斯麦·沙比里 是一名自身的政府公务员 甚至自2008年以来就曾出任过7个内阁职位 伊斯麦·沙比里的25岁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 他以律师出身 随后加入武统大马鲁区部 曾担任宣传主任 青年团团长 再到武统百乐区部主席 前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为竞选国会议员前 他曾担任旅游部长的政治秘书 也像其他领袖一样出任一些政府相关机构的董事 累计行政经验 当伊斯麦·沙比里连任国会议员后 开始受委官职 像是清体部长 贸销部长 在逐步攀升到武统掌控的部门 虽然2018年改朝换代重级主统 但伊斯麦·沙比里的政治命运却截然不同 他获选为党副主席 然后再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也一度站在党梳理主席职 让他拥有前所未有的资源和尊重 西蒙在2018年大选中赢得政权 而当时武统主席拿督西·阿莫扎西被官司缠身 因此伊斯麦就于2019年3月 受委为国会反对党的领袖 在西蒙垮台后 国门首相丹斯底慕尤丁就委任伊斯麦为国防部高级部长 一直到今年晋升为副首相 虽然伊斯麦的阵图看似一帆风顺 但这一路上也有不少争议 尤其在华人社会里 对伊斯麦·沙比里的刻板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英流碟广场事件 而推出的马来人电子城计划 还有最近在联合国以马来文发表言说等等 但其实首相在尊重三权分立 与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是值得认可和赞许的 首先伊斯麦在上台后 不到一个月就和在野的西蒙签署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转型 与稳定谅解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西蒙承诺不阻然政府通过预算案等重大的法案 政府则承诺不在今年7月31日前举行大选 并与西蒙合力推动反跳槽法等改革措施 这是大马独立以来 执政政府首次与反对派达致合作协议 签署协议后 国家也终于从2020年喜来等事件后 就持续动荡的政局趋于平稳的 后来首相也积极推动反跳槽法的生效 这将为国家的民主实现带来影响 相信这样的政策 能够对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有更正面的效应 最后首相伊斯麦萨比里在执政期间也没有干预司法 有很多案件都让法官去独立判案的 尤其在波斯库纳吉因挪用公款被判刑入狱后 首相拒绝干预与纳吉审判有关的法庭事务 这一点确实不错 许多政治分析员认为 首相伊斯麦萨比里是无统迄今为止最好的人选之一 他们认为这种能力是基于伊斯麦萨比里 在纳吉受审期间不干预法庭事务的立场而来 以及与其他国政领导人相比没有任何丑闻 其实在伊斯麦萨比里刚出任首相时 很多人都不看好 认为他只是武统当权派临时推出来的过渡首相 但是在任其首相的这一年里 他面对武统内外各种压力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 说明他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傀儡 当初他能在政治乱局中脱颖而出 或许确实是运气胜于实力 如今他能顶住各方压力继续任相 证明还是有实力的 当然很多人的反应是 萨比里或许不是最好的首相 但是却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对华人社会最适合的首相人选 最后这一期视频的目的 是让大家对国家的政治体制 有更深一层的认知 无论如何 不管下届大选 萨比里是否会继续担任首相 都希望政府能够以真心为人民解决问题为核心 复苏马来西亚经济停止争权夺利 让马来西亚经济和发展重回正轨 让普通老百姓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油脂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了